但是你们知道游乐园三宝是哪三宝吗? 游乐园三宝分别是旋转木马,过山车和摩天轮 之前曾经给你们介绍过世界上最大的摩天轮 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以往的节目 今天就给你们介绍一下世界上最快的过山车 它同时还是世界上最陡的过山车 能够让人体验到失重的快感 你们敢做吗?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视频中的这辆过山车位于迪拜阿联酋 我们都知道迪拜有非常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 所以迪拜也是世界上土豪最多的地区 有钱又悠闲自然就会想着娱乐了 这款过山车就是世界上速度最快的过山车 它的最高时速竟然能够达到150英里 这简直难以想象 这款过山车的名字叫做罗萨丰城市 它从刚启动到时速150英里 只需要5秒 这比很多的超级跑车都要快 恐怕很多人都以为一件中午自由落体的速度就很快 但是这辆过山车的速度比中午自由落体的速度还要快 它这的速度是自由落体的4.8倍 想必很多人都会觉得 时速这么快 肯定很快的就跑完了 玩着也不过瘾 不用担心 因为这款过山车的跑道足有2.2公里长 坐这款过山车 可以享受1分32秒的超速行驶 你们敢做这款过山车吗?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